一看看似普通的荒谬居然凸现了新史奇迹 这种想象为我们居然生气 有些人就发现第一个数字怎么都怪不满 荒谬此时候惊现神秘皇户包裙 是大自然的匠心独制 还是另有玄机 怎么在这样荒谬的荒谬的地方 没有这么多风头堆 一自普通的施工 挖掘机竟意外掉入深坑 2000年前的荒谬秘密终于浮出水面 这次是一般人应该到的军事 积水荒谬 神秘的皇户包裙 这些怪异现象的背后 究竟会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敬请收看X档案 宁夏秘境之旅 荒谬秘藏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茅乌素沙漠的边缘 有一块被用来改土造田的荒地 就在人们对这块荒地进行蓄水灌溉的时候 却发现通常只需数十分钟便能浇灌好的荒地 这次浇灌的时候居然就破天荒的失效了 人们花了数天的时间 也不能将这块奇怪的荒地蓄满水 而且更加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在这块荒地的四周 还散落着数百座神秘的皇土包 这也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块奇怪的荒地和神秘的皇土包裙的背后 究竟会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茅乌素沙漠的边缘 有一个桃林园艺厂 当地村民为了改善生活 便开始对园艺厂内的荒地进行破荒造田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当村民开始浆水引入这些荒地进行灌溉时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内代地区在最初是横荒亮的沙漠 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人们在开发这块地方的时候 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把它拼天整地整出来以后 开始用这个替税管改 就是用典礼替皇后税进行管改 有些地它拐来拐去 好像这么多把这个地拐不满 按照正常的饮水灌填的程序 一块普通的荒地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都可以让水漫无地表 积水二十公分左右 形成一个瓦地 可是在这块奇怪的荒地上 就连现代化的灌带设备 也突然失效了 这块荒地似乎被施了魔咒一般 任你往地里灌溉多少水 都被它悄然吸食 化鱼 无皮 就在人们对这一奇怪现象 感到疑惑不解时 一件更加怪异的事情 发生了 中间里有塌下一个横深的坑 这种现象里我们觉得很奇怪 在这块荒地之上 不仅用现代化的电力设备 无法将水灌满 而且江水引入到这块荒地之后 竟然还出现了地表塌陷的奇怪现象 这让当地村民感到十分难 为什么管不卖呢 它查找原因发现 表面看 这个地好像是平的是石的 但实际上下面是空的 那么这样的水呢 它进入底下这个空洞以后呢 自然就是这个表面 这个沙尼托塌险 塌险就生成了坑洞 原来这块看似普通的荒地 其地表下面是一个巨大的空洞 当水灌入这片荒地之后 都流入到了这个巨大的空洞之中 那么在这一片荒芜的布毛之地里 怎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空洞呢 当人们顺着这些空洞的位置 进行查看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再次发生了 怎么在这样荒芜的荒芜的地方 没有这么多风头堆 这就是一败的人该到自己所思 原来人们对这块荒地进行拓荒改田 之所以没有成功 是因为这片荒地 是一片汉代时期的墓葬 而这片墓葬区内的大大小小数百个黄土包 就是这些墓葬的地面风土 这片从外表看似普通的荒地 其实地底早已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墓穴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会选择这片荒芜的沙漠之地 作为自己的安息之所呢 从这个它这个风头的规模来看 还不是一般老百姓的 这样的墓葬地 那么在这么 在这个荒凉的沙漠里面 会有这么大量的这个墓葬出现 确实令人感到不吐气了 经过考古专家的挖掘情绪 四座埋藏于地下 以两千多年的汉代墓葬 露出了它的原石端子 它们分别有墓果墓室 砖石墓室 以及土洞墓室 三种类型的墓室 大小不一 造型刻意 而让人感到十分震惊时 其中的墓果墓室 还有着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号墓室 这一号墓室 它称之为墓室墓 在专家考察进墓室之后 称之为这墓室是国内罕见的 外面这两扇蒙扇 它都是两千两百年 金丝南墓所构建而成的 在这个墓果墓室内 摆放着两具 两千多年前的棺墓 从其出土的一些随葬品来看 这应该是一个夫妻合葬 但是让人疑惑不紧 这个看似普通的墓果墓室 其门扇竟然是以金丝南墓制成的 金丝南墓盛产于我国的南方地区 由于其防腐防虫的特点 一直是一种十分珍惜而名贵的墓材 在古代多由皇室所专用 那么金丝南墓出现在北方地区 在一个深埋于地下 十六米的墓室当中 其墓室主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使他在死后能够拥有 如此奢华的金丝南墓墓果墓室 这个金丝南墓 大概是应该要使用的话 过去都是 起码是万一上帝 这个级别才能使用 你比如说在清朝的时候 加进皇帝 他集围以后 他插抄了赫生的家产 插抄的过程中间 就发现赫生用金丝南墓 剪造放 只是一种厌重的虐质 或者简远性 这个墓果墓室使用了金丝南墓 这种非王族不能使用的珍稀墓材 是不是证明 这个看似普通的墓果墓室 其主人会是汉代王公秘籍的贵族呢 我所看到的 一些墓杂林 包括尸骨都不外征 报酬都不外征了 只要配上听 结果根本有了 谢谢很感情 没有出土 任何有价值的一些文字的资料 或者判断墓本 身份高低的 那么一些食物 由于这个墓果墓室 曾经被盗取过 因此 一些可以用来判断墓室主人身份的食物和文物 等陪葬品都被吸引结以后 这对于考古人员 判断墓室主人的身份 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建设工程 竟然揭开了一个埋藏于地底 两千多年的汉墓群的神秘面商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这片汉墓群居然还是尘封于沙漠边缘的荒地之中 从这片汉墓群的规模来看 有大小汉墓数百座 那么这数百座或大或小的汉墓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片沙漠边缘的荒地之中 在这片神秘的荒地之中 究竟又会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首先考虑到的一个就是在清代 清代居实说在清世华 通议中国以后 他和大家蒙天的三十万军队白主凶奴 那么蒙天人也在这一代 有主唱乘去受我们 清朝大将蒙天 在将匈奴赶出黄河以南的地区之后 不仅开始广修长城 以党匈奴 而且还选择地理位置比较好的地方 修建城池 以巩固秦王朝在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 蒙天他当时为了清朝的中央政府的边境安全 他收复黄河以南地区 刚刚讲到这个几字形的整个这一片 英河为塞 他沿着黄河 以黄河为边塞 驻44线 他就驻造44线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魂怀藏 魂怀藏虽然是一个防御匈奴进攻的军事防御堡垒 但是随着边境大规模战争的逐渐消失 黄河地区也开始安宁起来 魂怀藏也慢慢地成为了寻常百姓的棋居之地 去到了河南之地一湖 那么前一湖 他人他呢 那么这个地方比较荒凉 就从内地前三万家到这一带进行开发 那么因为前来三万家一湖 这个地方很快开发起来了 为了和庆东相区别 把这个地方叫兴庆东 自魂怀藏修建以来 秦王朝为了巩固对这片荒凉沙漠地区的统治 便从内地前三万户农民来此进行开发 于是原本荒芜的沙漠开始有了兴旺的人气 一个沙漠中的城市逐渐渐秘起来 在这个黄河两岸都有汉武穷的发现 一个方面呢 他出于重视考虑 他对这个黄河填建了一种树位 宫位 另外呢 就是关于对这个 隐黄 隐黄开发利用 灌溉 作为这个 后来这个城市的出现 和人口的增加 那么对这些方面 也是汉墓大量出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一般老百姓的墓藏 它就是打一个墓坑 把灌溉放在里面 然后用这个土把它封起来 形成一个封土 这是这样的墓藏 很小 跟我们现在的性质差 按照常理来解 普通百姓的墓藏比较简单 地面封土也很小 这与我们在荒地上所看到的墓藏行制 有着很大的距离 它那个封土 大概有个 在地面 一些封土 大概有十几平方米 一些白老百姓是没有那么大规格的 而且你 它那个从那个墓藏形式来看 就是说它都有含砖 圈弓式的 关于墓是放在圈弓的里面 这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规格的 从墓前所发现的荒地上的数百度墓藏来看 这些墓藏当中 大多数的地面封土 都比寻常百姓的墓藏风土要大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这些墓藏不是寻常百姓的墓藏 那么他们又究竟会是谁的墓藏呢 在捡令州贤的时候 韩朝通是在令州这个地方捡了两座狱骂唱 林荒河边的睡草 这样把它捡成狱骂唱 为替朝廷提供狱骂 我全国一共有三十六座军马场 令州就有两座 这一个规模是相当大了 秦王之后 汉朝在魂怀仗的基础之上 又兴建了军马场 而且作为全国军队军马的提供场所 这些军马场的规模也是相当巨大 正好墓藏区的九宅院 还在军马场的旁边 他是沿着黄河族的 军马场就在他的脚下 那么根据这个情况来排断 应该是跟海外的军马有关 由于这些军马场存在的时间相当长久 一直到唐代的时候 依然还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而且军马场的位置 距离荒地上的墓葬区也非常近 因此这数百座墓葬和军马场 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 目前在这片区域内能够判定的汉墓遗迹 现存有220多座 由于这片汉墓群地处 鄂尔多斯台地 毛巫塑沙漠的边缘 这里常年封沙很大 所以会出现众多的墓葬被黄沙 所掩埋的现象 因此这片2000多年前的汉墓群 其规模究竟有多大 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确切的答案 有待以后有朝一日的进一步考古发掘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